我知道周深除了唱歌好听被大家送号小百灵之外 也有网友啊对你有一个新的外号叫周人工智能深 所以在我们今天的红毯上感觉即将被取代呀 能不能来展示一下超强的模仿能力呀 比如说留声机计算机语音助手 真的有那味儿了 好的谢谢周深也更加期待今天晚上身边的舞台呈现 声声不息嘉年华第十期在今日十二点开始网播 晚上二十二点在湖南卫视播出 这一期的主题是十年 是第九期延续的下半场 共有十一首歌曲 在本期节目中周深带来全新改编依然一爆炸 我梦醒 爱自我红快就清醒 与我沉睡 爱与我挫脱我慈悲 爱我纯粹 爱爱我赤裸不必退 看我自疼 长海看我同行 奋长为我撩人 爱为我双眸失神 吐我情深 爱吐我颜波笑 我恩 给我私奋 爱与我作故而成 怕我汉堡 台湾 还挂我预盖 你上 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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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编的声线用歌声传达内心的拉扯 一人一钢琴一提琴 故事感好强 演绎出了如此戏剧效果的舞台 这个改编绝了 我疯我 还盼我解决不渡火 想我冷眼 还想我轻跳又随便 要我阳光 还要我风情不要晃 洗我哭笑 无助 还洗我心如枯 目次我梦境 爱自我很快就清醒 与我沉睡 爱与我蹉跎无慈悲 爱我纯粹 还爱我赤裸不迷腿 看我自疼 自唱 还看我痛心奔叉 愿我如眼 还愿我漫里又乱卷 看我痴狂 还看我风趣又短壮 要我眉眼 还要我杀人不眨眼 祝我从此 幸福还祝我枯萎 孤独为我了扔 还为我双眸失神 吐我情真 还吐我颜波笑 还与我私奔 还与我作不而成 怕我环保 待放又夸我 逼改一章 祝我梦气 还赐我恨快就清醒 以我沉睡 还以我蹉跎我慈悲 爱我纯粹 还爱我赤裸不迷腿 看我自疼 障碍看我痛心 奔叉为我撩人 还为我双眸失神 吐我情深 还吐我颜波笑 还以我私奔 还以我作不而成 吐我汉堡待放 还挂我 预改一杀 周深在改编《毅然一爆炸》时 只保留了钢琴和大提琴 以弦乐对话的方式 表现两个分裂的人格对话 将内心的拉扯 用声音向外界表达 在这个版本里 燃和炸不再是这首歌的演绎标准 周深在舞台中 加入自己的戏曲唱的填词 寻那良人在何处 听 但愿你拾起你全部 世界的标准一直在变 祝愿我们都能不被外界的声音干扰 接纳每一面的自己 我们大家都很熟这首歌 这首歌是各大比赛也好 音宗也好 就是常出现的曲目 但是呢 今天当舞台上的配置 只有一个弦艳 一个钢琴的时候 我就知道深深要搞事情了 这首歌因为大家太熟悉了 而且一般都是那种大编制 所以我在想的是 能不能把它做一个 就是比较不一样的一个版本出来 所以我们最后选的是 就是一个大题和一个钢琴 就很像一个人的两面 而且前面那个我故意就是把它唱成 非常像泥男的感觉 中间还有一段西腔 就是我在想怎么唱这首歌的时候 随便嘟囔了一句 然后 然后括号那个戏腔 词跟曲都是深深自己写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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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这首歌 它是一首 很不能只听片段的歌 因为这首歌它就是一个 你要把它整个舞台听完了 你才会开始理解 那些不合理的点 为什么存在 低巴度 包括一些故意的 喉音 那种声音 都是故意坐进去的 想要表现内心脆弱 无力的感觉 我觉得我们会被拉扯 是对自己心中的 认知不够坚定 而我现在 我知道自己要什么 我要在舞台上表达好 我想说的话 我想要尽力地 留在舞台上唱歌 这是我作为歌手 最该做的事情 周深说 我知道我自己要什么 我要在舞台上 表达好我想说的话 我想要尽力 留在舞台上唱歌 这是我作为歌手 最该做到的事情 他一直都很坚定 一直不忘初心 要一直留在舞台上唱歌 众所周知 周深是中国乐坛 一颗璀璨的明星 他的音乐才华 令人叹为观止 然而 这段辉煌的旅程 并非一帆风顺 稍微遗憾地 给大家介绍一下 深深第二首歌 我昨天晚上 给他发微信 我特别喜欢他第二首歌 但是这就是我们歌手 歌王之战的 我觉得他赛制带来的 精彩和遗憾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请一如既往 不分场合地支持周深 经历了多年的风雨洗礼 周深最终实现了 自己的音乐梦想 他的演唱会门票常常一票难求 他的歌曲在各大音乐平台上 持续高位运行 然而他并未因此而骄傲自满 他用自己的努力和专注 不但提升自己的音乐能力 将更多精彩的作品呈现给观众 最后分享两个好消息 周深二月第一首新歌 将于2月6日上午10点MV上线 2月9日音缘全网上线 关于这首歌曲的信息不多 关键词有春节新歌影院键 看来这是一首有关春节党电影的歌曲 期待 二是周深加盟网络试听年度盛典 2月3日也就是今天晚上19点30分 腾讯视频播出 超级感人催泪的新歌 身边live首唱不容错过 这是周深第三次参加 中国网络试听年度盛典 从2022年平凡却美好的 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 到2023年致敬每一位 追光竹梦的奋斗者的向光而行 再到今年致敬好人 令人感动的身边 周深的歌声不仅动听 更传递着感动 充满着温暖治愈 是真正的时代的声音 所以大家今晚记得观看哦